今天的话我再来说明一下 我们也从以Sale VBA直到Pi 所以最好如果你前面有上过VBA课程 再来上我的Pithon 可能前接性会更好 主要就是说我希望 第一个可以把VBA跟Pithon 变成混搭 也就是说两个工具 你不是说谁取代谁 而是说两个是互相各有所长 所以应该什么 结长补短互相应用才正确 就像有些东西如果已经在Sale里面的话 有的时候简单写的话 用VBA有时候反而更省点事情 但另外就是说像网络爬虫 爬虫部分的话 坦白讲 其实VBA还是有些部分不如Pithon OK那怎么办 没关系啊 你可以用Pithon把它抓到的东西 再丢给VBA去乱后面的东西 可不可以啊 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 当然你要懂得两边怎么样互相搭配使用 我觉得才是比较OK的这种思考方向 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VBA本身是一个程式语言 如果你之前有学过VBA 如果又要再学另外一个程式语言的话 其实还蛮花时间的 那我后面Pithon 如果你有学过VBA的话 我会用类似的方法 告诉你说两者这个差异在哪里 反正如果你会VBA 你在学Pithon也比较省时间 因为你会发现 原来两者之间差异并没有那么大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啦 变数两边都有 而且第二个 变数两个都不用宣告 其他语言都要宣告 这两个语言都不用宣告 蛮同知 OK 第二个的话呢 都有回圈 都有FOR回圈 都有FIRE回圈 都有一幅逻辑判断 那基本上大体上差不多 只是说呢 两者之间还有一些地方 当然不一样的 只是如果以困难度来看 其实Pithon还是稍微困难一些 第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 因为Pithon 我刚刚特别强调 它是自由软体 所以自由软体 它的你要吃自助餐的话 你要自己去 自己去选菜 自己去端菜 然后吃完之后 自己端 什么都要自己来 但是VBA因为它微软的 它已经是所谓的付费软体 它卖给你的 OK 然后所以呢 它基本上都帮你准备好了 你不用现在 像我是有用懒人包给各位 因为如果不用懒人包的话 哇 那更花时间 光今天 光一次上课 就把环境都还弄不起来 那太浪费时间了吧 所以我们懒人包 马上可以工作 然后怎么样写程式呢 有个固定 固定流程 你以后就固定这样写就好了 反正我是觉得应该 花比较多时间 在撰写程式上面才比较重要 OK 第一个 所以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明 我比较强调的并不是单一工具 因为以后你们在不同的工作上面 遇到的状况 大部分都跨 应该要跨不同工具解决不同问题 应该要节长补短 每个工具都有每个工具的长处 每个工具有每个工具的短处 OK 你千万不要拿短 对啊 你用应该要用长处部分 OK 这样才是比较正确的使用工具 所以后来我就用混搭了 反正不同的状况 我就想着哪个工具比较强 我就用内容就好了 马上问题就很快解决 OK 就像有些东西吧 就是你只简单画个图 你干嘛用Photoshop 对不对 Photoshop 等于我只是简单 只要标注一下画个圈圈 小画家就好了吧 对不对 小画家一打开 画个圈圈就搞定了 你还要Photoshop还打开 很多人还不太用Photoshop Photoshop还那么复杂 面板那么一大堆 对不对 光找到那个画圈圈 你就头痛了 对OK 而且它复原件还不一样 我们是控制度字眼 它控制度AutoZ 对 所以你如果不习惯的人 你根本就会整个 所以有的时候用对工具 比你学更多东西来得更重要 OK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学了一大堆 所以我发现奇怪 学了那么多要干嘛 还不会用 像我学这东西之前 先想一想 我干嘛学它 我拿它来做什么 它对我什么帮助 哪天可以用到它 如果完全用不到 那我根本不要浪费时间 对不对 不然人生真的是 有那么长的时间 对不对 真的一下咻就过去了 你看一咻我就 那天很好笑 我昨天坐火车的时候 不是昨天 前天坐火车的时候 因为我不开车 因为我怕塞车 太累了 结果呢 我们坐区间车 我跟我太太来 然后一上车的时候 我搭着行李 然后旁边有年轻人 我太太已经坐下来 然后那年轻人看到我 结果那年轻人大概20岁左右 他做了一个举动 让我太太匪夷所思 什么呢 他马上让位给我坐 他拍开我 然后就叫我坐 我是不以为意 你要让我就坐 不然站着有点累 我就坐 我太太跟我讲说 你会发现 他为什么要让位给你 对不对 OK 我不追究了 反正是因为我头发很白 应该把它染给好了 那应该不会让位给我 所以其实有东西 其实针对长处部分 去使用工具 这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其实要学的东西 在太多 尤其像城市领域 学的东西在太多 我跟各位讲过 至少教过超过十种语言的课程 有没有 大概十年前 我大概教最多就教Java 十年之后呢 没有人要叫我教Java 所以我赶快要study 赶快要学Python嘛 不然的话 我不学Python 我就没课可以教了 OK 所以有时候大概与时俱进 那么向前推进 这蛮重要的 所以我有一些整合性的课程 这有个规划表 所以有些同学已经有上过前面的 如果没上过没关系啦 反正就是按照这样的推进 那底下的话 甚至Python可以做到什么 可以跟VBA结合 我们这个课就是跟VBA可以结合 然后另外的话 可以架设网站也没问题 甚至可以跟物联网 可以跟AI 可以跟技艺学家 可以跟很多很多东西 可以结合啦 可是延伸的 另外的话可以跟证照考试结合 也就是如果你将来 还有就业的需求啦 或者升迁的需求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考个证照 那底下有两张证照 好 那两张证照 其实我都考过了 OK 然后 其实难不难呢 还蛮花时间的 为什么 因为像那个 前面这一章 它题目就有90题 90题 考你9题 90题 也就是你要把90题做熟 那这个90题 它题目大概就是我们上课这种题目 也就是它给你题目 你把它做出来 而且要上级考试 OK 那后面的话呢 就等于网络爬虫 跟一些视觉化工具的使用 OK 那大概就四类题 它四十题里面呢 也考试题 那难度又比前面来得更困难 OK 它的大概规划是这样的 那 再来的话呢 所以这清单稍微了解一下 那等一下我会大概说明一下 大概几个方向 第一个我自己 其实也不用太 其实我也不是很重要的 OK 我可以跳过没关系 反正 如果你想要知道我 你Google一下 吴老师 大概排第一个 就是我的 我的连结 第二个好像也是我的连结 第一个是 我的教学部落格 第二个 是我的YouTube频道 OK 好像第三个 第四个 后面好像有一个我的教学论坛吧 OK 所以大概知道一下 我大概教过的课程最早 其实瞬息万变 所以我也很懂得去 顺应时事的这个趋势 所以在不久前 其实就教 我之前跟各位讲的 教Java 然后后来好像又有什么 教PHP 教ASP 单内车 C-Sharp 然后后来又有手机APP 手机APP就Android Studio 然后后来慢慢 Excel VBA慢慢又很夯了 然后我就教很多Excel VBA 然后一路教教教 现在慢慢Python很红了 所以我也就是在顺应这个趋势 OK 所以其实我教的语言也还蛮多的 为什么要学Python 其实有几个理论 ABCDE 其实这个就是趋势 各位可以看出来 现在影响我们很大多的 第一AI 第二个的话 Big Data 大数据分析 第三个云端 已经用了很普遍了 然后像一般所谓的影像辨识 人脸辨识 相关的辨识 像现在停车场的车牌辨识 已经非常普遍了 OK 那还有像电动车 那电动车 当然你也不能只是把它当一台车 它实际上是智慧车 也就是像智慧型手机 跟传统手机是不同的 有没有 传统手机像Nokia 它基本上是打电话 可是现在智慧型手机 它基本上你已经忘了 它有电话功能 因为你现在很少在打电话 要不然你就用Line 要不然就用其他的通讯 OK 那其实为什么要举这些ABCDE 因为这些东西都跟Python很有关系 因为背后很多程式 都是用Python写出来的 OK 所以为什么要特别这样 也就是说 你再怎么样 你跟着趋势走 应该也不会差太多 所以顺水推抽永远比较简单 你不要溺水 明明那个工具都没有人要用 那你干嘛学呢 对 学了之后没有人 像Java 以前大概十年前很夯 可是现在慢慢就没那么多人用 所以你学了 有时候反而你要去评估一下 你的时间投资报酬率 是不是很高 当然最好是学一个新的工具 但是这个Python能够红多久呢 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对 那我很坦白 直白问我讲 很快 它也慢慢又有其他工具 其他程式员 也许它慢慢也会被取代掉 有没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啊 不过我觉得导物访 为什么 因为其实反正学程式的概念 其实都是相似的 所以我在接触Python 我大概没有花太多时间 其实我很快就可以开始做点事情 为什么 因为其实都差不多嘛 所以我跟各位讲 很多时候是你要学个观念 你慢慢这个通了以后其他就通了 OK 而且程式员有个发展的趋势 它越来越简化 让你越写越简单 OK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人 我觉得是工具 千万不要只是会工具 不懂得跟人沟通 OK 因为用在什么地方上面 才是最重要的 OK 那我大概我的自己的简历 那我刚好提过 Google 那不然就是部落格 因为我部落格上面写了超过千篇的文章 然后有关教学类的文章 然后Youtube上面我放的影片 我现在订阅大概有三万二了 人数不多 但是已经不算在 因为我上面就是教学影片 就是这些东西 就我们现在 你们现在上课听到的东西 或者这么多人订阅 我也蛮 觉得蛮惊讶的 OK 那这么多人订阅 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没什么作用 反正呢 我就喜欢分享 有人想听 那我就放上去吧 那因为 这个一段时间 我有这个 coding的经验 业界经验 然后也曾经有创业的经验 然后 然后目前的话 当然就是在学校单位 就是协助 我觉得有时候像到那个 学校单位 因为主要 学校单位给的中品 也太低了 所以像很多地方 我都找我不太想去 目前的话在 元智啊 东吴 那这学期应该会 多一个我的母校 台师大 那 其实想说自己回馈母校嘛 所以就回去帮忙一下 OK 然后在最近开的课程 然后在 业界也有帮忙 像统一证券 全球人寿 因为受险公司 邀请我到他们 就是办公 他们公司里面 我帮他们 上一些类似的课程 OK 我发现 真的要 负得起这个费用 真的要受险公司 还有金融业 所以我发现金融业 还蛮赚钱的 OK 所以以后 如果要考虑的话 其他相关的业界专家 等等的 OK 那甚至到中央的资管系 也开了两个课程 跟爬虫 驾站 然后志强公会经验 搬一个最佳人际讲师 这个给我 然后教学卓业 还有像文大 搬一个趋势先锋 奖给我 那我的证照的话 目前数在 差不多30张左右 都跟电脑有关的 OK 有两张是最近考的 就是刚刚跟各位 讲到两张证照 因为我自己 如果要教授这样的课程 如果没有去考过 这样的证照的话 当然没有说服力 所以就花一点时间去考 OK 这证照长这样的 反正就是一张歪成词 然后也协助 像这个班在文大 30几位同学 其实程度都 刚开始就是没有成立的经验 但是全部都通过了 OK 而且他们很积极 上课上的蛮愉快的 而且回去 他很认真在准备 就是90几 有没有 回去拼命练习那90几 OK 然后呢 因为这样的关系 建立了信心 所以他到业界 就是会更 比较不会有 那个 就问题 OK 那这是我的频道 这频道 在之前 然后 然后 这个是咨询 另外的话 参考用书 大概就这两本 不过坊间的书籍 像这本 第一本是卖得相当好 因为它里面 也有附一些影片 只是我觉得那影片 拍的并不是非常的OK 不过也不错 至少它有一些影片 非观看 总比你看那个书本 里面的那个冰冰的那些文字来的好很多 那我觉得坊间的书籍 有的时候 怎么讲 因为你要看书学习程式 并且把它学会 我觉得应该是天才才有办法 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 与其这样倒不如 我跟你 直接跟你讲 后面我们的课程 强调都是实作 因为你会做了 你就看懂书 你没写什么 不然的话 你根本买回去 自己把它打 像底下还有这个 自动化乐趣 甚至它可以结合类似VBA的 这样的自动化 可以做蛮多的事情 那为什么要学习Python 其实它当然 比起之前比较热门的 像那个Java 或者C++ 或者C来看的话 基本上 它 相对起来还是比较优雅 为什么优雅 因为程式真的少好多 你就不用那么的 一直很好 感觉一定要写对 第二个明确 第三个简单 真的相对起来 其实还是蛮简单 我觉得比较让我觉得 惊讶的部分 就像Python要开档的话 开档的话 其实只有两行 可能就可以了 你先告诉他什么 你要开档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再把它打开 他就可以read的进来了 大概就两行 再来就是读到串列里面 你就可以做后续的处理了 所以如果以比起Java或C++来看 简单太多 尤其跟Java一比 很多东西 Java真的就会要写得非常的冲长 而且Java很强调物件导向 所以你又要用物件的概念去写 实在是太头痛了 Python这部分相对起来 会比较不需要 怎么讲 要写得那么严谨 也可以把东西 很快可以把它写出来 如果你跟VBA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伯仲之间 不过VBA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上过课的同意跟我讲说 老师你不是说Python很简单吗 我觉得VBA好像比较简单 他意思是说 为什么 因为VBA的环境 就是它开发环境比较友善 它可以逐航慢慢除错 但是Python有的时候 没办法逐航慢慢 像VBA可以F8 慢慢慢慢慢慢看 而且会看到变数里面的值是多少 但是Python这部分 就没有那种对应的开发功能 有但是功能没有那么强大 这一点可能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OK 不过有听到一个消息 但一直都还没有发生 就是说微软将来有可能会把 现在Excel的VBA 换成Excel的Python 也就是以后 你打开之后 开发人员里面 出现的不会是再次VBA 而会出现一个Python 在那边 有听到这样的消息很久了 很久了 而且他们也真的有做很多的问卷调查 OK 我有看过他的问卷 好像我记得有帮他们填一下 但问题 这个事情 有这样的声音 只闻楼梯响 就是还没有看到 真的有Excel有版本 也许Excel的2021 Excel的2022 也会不会就会有这种可能性发生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以后那个Office里面 那你又必学拍什么 对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而且即便是这样好了 可是你要全面的 VBA 就是不再被使用的话 可能也蛮久了 为什么 因为你看Excel最新的版本 不见得全部公司都会用 有没有 现在很多公司还在用Excel的2003 2007 有没有 你说要全部的公司通通替换新的版本 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多久以后 我不知道 反正有可能而已 OK 好 那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大概会分两个阶段 一个是入门 比较简单的 包含什么呢 基本的开发环境 所以我们今天是第一堂课 就是把Python的开发环境建设 因为我刚刚一直强调 Python是自由软体 自由软体就是自助餐 自己来 因为它没有收钱 OK 所以你要自己把那个环境弄起来 那第二个单元呢 就是再来写程式 那基本语法 包括哪一些呢 比如你要怎么去建立变数 建变数以前是要宣告嘛 现在不用宣告 可是不用宣告 那要怎么产生变数 那变数呢 如何运算 比如说你要加减乘除 那如何输出 Printer 把结果输出来 OK 那再来的话呢 后面还有所谓的逻辑 有没有 比如说一重两重多重逻辑 那怎么做判断 那再来的话还有回圈 然后再来就制定函数 比如说像VBA里面有function 那在Python里面有没有function 有 那怎么定义呢 其他的话还有就大量资料 在VBA里面 你可以直接放在Excel里面 那Excel是一个视觉化的环境 它可以看得到 那你看得到A栏 B栏 C栏 D栏那些哦 就是已经可以让你放资料 可是问题来了 Python哦 它没有Excel 有没有 打开来 这个写程式地方 那问题来了 那你的大量资料 该放在哪里 特别注意哦 可能就记得了 一定要放在这个地方 所谓的串列 那串列英文就是Lis Lis就清单嘛 它翻译叫串列 OK 不过不管了 也就是说呢 你将来大量资料呢 你就要放在串列里面 OK 而且它跟Excel不太一样 Excel看得到的 放进去嘛 清单都看不到 但是呢 在Python里面 它是放在变数里面 是看不到的 所以变成 有的时候 一般人写程式 我觉得最大的障碍 就是很多东西 是看不到的 学起来比较累 那没关系 反正慢慢学习 久了之后 就大概比较清楚 其他还有像档案处理 比如说外部有档案 人家给你一个档 那你要怎么把它 叫到Python里面 去做处理 或者说Excel里面 有资料 我要把它怎么 汇到Python里面 做一些后续的处理 那做完之后 当然有输出嘛 有输入有输出嘛 OK 那另外的话 还有档案处理 毕竟它比较没有一个结构 所以如果你要有结构性的话 类似像Excel 有A栏 有B栏 有C栏 然后各式什么样的栏位名称的话 其实你可能需要什么 资料库 那所以 在Python里面 如何处理资料库的问题 各位 那我会跟各位讲 其实还好蛮简单的 大概就有一些一定的范 套用一个范本 你就会懂得怎么样 针对Python 做资料库的处理 那大家主要学会四个主要的功能就可以了 第一个把资料放进去新增 再把资料读出来 就查询 就insert into slate 然后顶多后面还多两个 就是如果不要的资料就删除 delete 那如果资料有错误 可以修改 就update 大概就是这四种 就大概就绰绰有余了 那其他就是什么 见资料库 见资料表 ok 然后就做后续的四种 就可以做出很多的表 一个进销纯 大概其实就是 大概这些功能 把它串在一起 其实就可以做出一个进销纯 那当然如果跟VBA比的话 VBA本身就有一个ecell 所以再怎么样 它可以直接把ecell当资料库来用 其实我觉得是简单很多 当然如果Python没有 那你可能就要用它 内建有个到sqlite的东西 那后面的话 还有单元 就进阶的误问 等于是过了一关 爬一个山头 再下一个山头更高 做什么呢 可能就跟网络爬成的关 有像大树区 有一些开放资料 放在云端 放在网络 你怎么拿来用 像最近 塞车塞这么严重 应该有data吧 这位叫唐凤去帮忙一下 塞这么久 真的是 所以像过年 或者是像端午廉价 一想到去花冬开车 真的是疯了 算了 所以现在我都尽量是反向操作 太多人 那边有没有大树去 知道那边应该很多人 那就不要去嘛 去干嘛 不好玩 光那个什么东大门夜市 两万人 两万什么概念 就是你两万人全部布在上面 等于是人跟人距离大概只有二十公分吧 那怎么走 每个人都会这样 小碎步走啊 那也就是意思 就是每一摊 基本上都要排队 那有乐趣可言 那其他开放资料 网路截取 另外的话 跟e-sale串接 视觉化报表 大概会有这八个单元 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要来开始进入第一个单元 就是开发环境 所以待会请各位先做一件事 刚刚那个 第一个问卷 第二个的话 就是帮我下载这两个 安装环境的 是在我们这个安装环境 那你就把那个懒人包2019 两个档案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这个懒人包这个 下载下来之后呢 打开在这样中显示 那请帮我做一件事就是 直接放到这个低碟 我刚刚已经把它从下载区移到低碟 剪下来贴过 然后按右键 解他做字 那解出来之后呢 里面就会有两个资料夹 一个资料夹叫IQEBUS IQEBUS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开发环境 一般简单来讲 就是有点像VBA那个画面 OK 那后面的这个Python 374 374是一个Python的一个韩式库 那所以待会我们第一步 懒人包使用方法 一下载解压缩 记得解压缩的时候呢 记得不要解压缩到个别 应该解压缩致死就好 因为它本身就会多一个资料夹了 本身就会有个资料夹 二的话呢 这两个资料夹本身 它们之间还没有串在一起 所以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让它串在一起 如果你对于这种方式 假设不太清楚的话 可以到我的云端上面 就是下面那个连结 档案下载连结 你可以看我们的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实际上就是我们云端讲义 各位可以先开启这个01的部分 稍微了解一下 怎么样去建置开发环境 还有我们要测试看看好不好 里面的话我也写了部落格的一些 反正就是让你知道一下 这个环境怎么去建置 那我这边写的是放的是C叠 我是建议我们放D叠好了 OK 然后解压说 其他如何 画面先还给各位 待会我再教各位 如何把这个环境设置 然后呢 并且可以开始使用它 我们就可以开始写一点程式了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